我觉得对着镜头把自己的网名大大方方念出来 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大家好,我是吉吉他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一个关于但不限于占星的频道 然后我的基本配置是 我是太阳在罢工的近有座 月亮是水平上升,填成金星空相 在之后的塔洛牌讲解当中 也会涉及到一些关于星盘的知识给大家分享 因为我本身比较擅长看星盘 尤其是对于金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今天只是一期大众占卜视频 那占卜的题目就是 你心里crush的那个人 或者说你心里正在想的那个人 他对你或者说对这段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什么样的 还有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双方的一个能量检测 和你们这段关系在近期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和走势 这个视频比较适合在近期一到两个月内 你们在线上或者线下有直接互动的朋友们 如果要是说你们处于一个断联的状态的话 可能你的感应和磁场会有一定的偏差 所以我不建议断联的朋友们来测 我之后会专门出一期给到断联的朋友们去做的测试 今天一共会有四个选项 但是我本身非常讨厌 就是对任何的情感关系 进行非常简单粗暴的定义和分类 就是当我们定义它或者说描述它的时候 只是为了更好的去讨论它 所以才会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可以被语言描述出来的 或者已经描述出来的感情的状态 还是非常有限的 对 所以在今天的所有的信息的解读当中 希望大家可以有筛选的进行信息的吸收 说一下抽牌的问题 我本身是不太赞成用那个连接物的 因为我自己就会经常出现那种 就是我的视觉和我的感官 就是完全选的是两个方向 然后就是对 所以就是感觉有连接物的话 会很大一定程度上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大家很有可能会被它的平面设计 颜色或者个人偏好所吸引 当然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怕出现你感觉觉得是那个 然后你的眼睛想选另外一个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打架的状况 然后就很难做决定 所以我会先就是直接以卡牌的形式出现 让大家进行选择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平时有意的去训练一下 自己的那个第六感或者说灵觉 就是这里有一个方法提供给大家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画面当中四组排阵 然后有一个手就这样进入到了画面之中 然后它会依次划过每一组排 然后你会感觉 这个手是你自己的 然后你就感觉其中有一组排特别容易就可以翻过来 那那组排的信息就是给你的 或者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把其中一组排的 或者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把其中一组排拿走了的画面 那么说明那组排的信息也是给到你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想象的话 我之后会抽取四张建议排作为连接物来给大家进一步辅助选择 如果建议排你依然没有办法选择的话 那可能今天这四组排卡的信息没有特别对应你目前的关系当中的状况 这个也是正常的 对就是不必非要选择出来一组排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博主 或者关注我之后会出推出的视频 对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选排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四组选项 大家可以凭借脑内的一些感应和信息进行选择 凭借第一感觉 如果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话 可以按一下暂停键 如果没有办法 依然没有办法做选择的朋友们 我可以现在为大家抽取每一组的一个建议排作为连接物 好 如果依然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朋友们 那可能这四组排卡里面的信息没有特别符合你的情况 或者是没有专门要给到你的内容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博主 或者我之后po出的其他视频 那么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 哈喽 选择排足一的朋友们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对这段关系的看法 或者是对你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我为你抽到的牌有 宝剑六的逆位 然后是一个圣碑石的正位和权杖女皇的逆位 通过这三张牌 我可以感觉到 你们应该是在一个团体当中认识的 或者是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 对 就是那种 大家一起在干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组织当中 你们两个可能会感觉 就是对方的感觉比较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组偏向于在暧昧状态的可能性会比较多 可能还没有确认关系 或者是说属于一种双方都心里有数 但是都没有挑明的状态 然后这里出现了一张宝剑六的逆位 因为在一段关系 在卡牌当中保健牌 保健符号代表的是伤痛 或者是说一些非常理性客观思考的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些 你们都意识到的问题 但是你们可能曾经尝试去讨论或者去解决 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然后保健六这张牌 它代表的是从这一案 驶向对岸 这一案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人虽然手上抱着四把保健 但是有两把保健插在船当中 所以这个船它其实一直在漏水的 对如果要说你就是这样 驶向就是带着这两把插在船体的保健 驶向对岸的话 随时有可能漏水太多就沉掉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把它拔掉的话 很有可能沉得更快 所以就是在强调 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属于一种 带着问题前行 就是两个人都有一点点 就感觉鞋里有个沙子那种感觉 不是沙子 估计的是块石头 然后但是你也不知道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说 好像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对这件事情 因为这张保健六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是带着保健前行 还是说把这个舰直接拔掉 它其实都不会有一个太好的结果 然后再加上这个下面 海水波涛汹涌 对所以 就可能之前你们都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转换过程 就没有没能成功解决得掉 所以 在这个状态下来讲的话 它对这段关系可能就会出现 有两种解法 一种解法就是 它对这段关系出现了一个 权杖女皇逆位的状态 就是它可能会开始缺乏耐心 或者是说变得有一些 失去热情 因为权杖女皇本身是一个被爱的状态 是一个非常有热情 有行动力的一个态度 但是可能由于这张宝剑六逆位所代表的 所指涉你们关系当中的问题 它可能会 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就是 非常不顾一切的 然后充满热情 充满行动力的去面对这段关系 那另外一种解法呢 就是可能因为这段关系 可能因为关系当中的这个问题的存在 会导致 就是会加剧 就是 你在性格当中的一些 或者说会凸显一些你在性格当中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会变得比较急躁也好 或者是说 就是因为想要快速的推进关系 希望关系有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会 可能会变得比较 善度 因为毕竟是权杖派的 那个权杖组的人物派 所以她就是 这个女皇如果逆位的话 她就失去了那种游刃有余的状态 她在关系当中 可能就会稍微有一些 急躁 然后 非常的强势 然后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她是逆位 又导致 其实你们之间的沟通是不足的 所以在这种 这种失衡的状态下 就会导致 在双方当中 有一方可能会有点想要逃避 有点想退缩 不太想要去直面问题的本身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太阳神语卡当中 给出的一些其他信息 首先是一张 convention 就是金星在摩羯座 还有一张discovery 就是水星在射手座 我比较倾向于 我对这套 就是在这个牌卡当中 我觉得 在这组抽牌当中 我比较倾向于 这个神语卡的意思 比较偏向于 在星盘当中的马克思盘 就是 因为这个牌 它显示的 其实是 宫位元素和星座元素的 一个结合 但是它 它可能是代表你们本身 本命盘当中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更倾向于 它代表的是 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 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如果要说 它在 就是在这个牌卡里面 金星跳出来了 或者是说 水星跳出来 它可能更强调的是 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 对于感情表达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 对水星沟通层面上的 一个状态 那我首先来说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金星在摩羯座 我觉得你们两个 在这段关系里面 应该是存在一定的年龄差距 或者是说 在社会身份 或者说认知水平上 存在一定的差距 可能一个人相对比较成熟 然后一个人相对比较的 呃 天真浪漫 呃 或者是说 两个人可能在工作上面 是有那种 呃 那个 一带一的那种关系 或者说有一个引导的关系 对 因为金星摩羯的话 摩羯是相对来讲 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能量 嗯 然后 呃 金星在摩羯非常强调一种 财富安全 还有情感安全 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他不会直接跟你要 但是他需要这个东西 呃 也就是说 他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稳扎稳的 摩羯是图像三个星座之一嘛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星座 呃 但是他的那种稳定是非常向内的 所以他其实不管是在感情方面 还有钱财方面 他都不喜欢透支 他不喜欢特别抓马的那种状况 他就是有多少花多少 或者甚至他会做积蓄 就相当于你们 如果你们的关系是一个账户的话 他会前期往里面存钱 然后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花之前的积蓄 但他都是非常 呃 有计划 有规划的那种 呃 可以来讲 在感情上面也是非常的精打细算 可以这么讲吗 对 大概吧 然后 还有一个要强调的就是 他其实有很强的社会层面的野心 就是他非常希望因为他的知识和名望而被看到 就是被得到肯定 呃 然后再加上摩羯座和金像组合 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传统古典艺术 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 呃 古典音乐呀 或者说喜欢这个非常 呃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呀 或者说喜欢看那种经典电影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特质是水星在射手座 这个有可能是都是来自于对方的特质 也有可能你们两个各站 各站一张 这个水星你们可以自己进行对应 然后就是 我觉得主要是看他在和你相处的时候 呈现出的是哪一种特质 并不一定是他向外的一个状态 那么或者说你们双方感受到的对方的特质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这个特质会 呃 会有一个颠倒或者交换 呃 那这个水星在射手的话呢 这个人呃 他是一个非常有有很强的自己的这个 这个形式风格理论和自己的观念的 就就是那叫什么 就是他非常有自己的做人的哲学的那种 对 然后他这套体系还比较的 那水星在射手的话呢 呃 这个人首先他有一套很强的自己的形式理念和观念 就是他的事业观额方法论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我其实就是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是那个跟金星摩羯是同一个人 对 然后就是那个在你们关系当中可能阅历相对来讲比较多 或者心智比较成熟的那一方 然后他对于公众的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公众的偏好 或者说趋势或者形式发展 有非常强烈并且准确的判断力 因为一般射手的话 他其实都跟旅行啊 然后交叉文化 或者是说理想远方有关 所以他的眼界其实是看得非常远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包括刚刚金星摩羯那一块所提到的 就是不喜欢透支感情 所以就是或者是说在之前对这段关系的看法 他为什么会出现权杠女皇逆位 所以我不建议在这段关系就是问补者 我不建议做太过情绪化的一些表现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无法消化 或者说他会觉得是一种消耗 当然这个并不代表说他不喜欢你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只是每个人他的情感接收和表达的方式不同 你应该选择更加能被他易于吸收的这种东西 这种表现方式去和他做沟通会比较好 对关系会比较好 然后他是那种 因为射手座嘛 就是非常理想主义 他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然后就是而且他非常懂得如何和公众相处 然后借助了这股力量 其实他比较在意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但是他并不是说会在心里犯嘀咕 然后觉得说那个人对我 就是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不是会反射到自我本身的这个层面 他是相当于收集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对自己对未来的预判和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做更好的调整 简单来讲 你可以理解为他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人 对 他就是不会 或者说他的脑回路当中 有很多非常理性 然后非常 就是他的思维和行动的转化率是非常高的 他不会沉溺在太多 他怎么想 他喜不喜欢我 我喜不喜欢他 这些的来回当中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后他在人群当中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他也知道如何让别人喜欢他 所以他可能在一个团队当中 就是你们之前出现的这个团队 他的团队当中可能就是那个key opinion leader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初你喜欢上他 或者说你们产生相互的吸引 跟这个也有关系 而且他非常热爱差异 喜欢旅行 所以我觉得你身上一定有一些特质 是他所不熟悉的 但是他觉得非常有趣 他愿意去探索你 所以他想要和你建立这种关系 或者说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个 他并不熟悉 或者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试点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跟他 就是并肩向前的话 可以多多的去拓展知识 然后你们可以在旅行当中 很好的进行沟通 或者是说讨论文化呀 宗教啊 或者说借由一些 知识类兴趣类 或者是说就不要就感情而谈感情 他会觉得非常的粘稠 会觉得过于沉重 可以在就是讨论其他的 就是远方的东西 或者是说 一些特定专业领域内的东西的时候 顺带着去提醒 去讨论到 在感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 就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一张 全杖女皇的逆位 就是说明 在这段关系里一定有人失去了耐心 不是他失去了耐心 就是因为你失去耐心的一些行为给他 已经让他感受到了 他会觉得有压力 如果他觉得有压力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还是蛮看重 世俗成功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感情方面 至少他现阶段呈现出来是这个状态 所以如果要是说 他的感情当中感受到了太多的负担 对于一个水星射手 想要随时上路的人 他是不会带着这个石头上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沟通层面 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寻找你们当时在团队当中互相吸引 最开始为什么会互相吸引的这个感觉 就我觉得他现在 以他现在的状态 或者是说在他自己整个的这个入庆里面 他没有想要背负这一部分去往前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近期未来的一个发展状况 首先是一张这个 哎 麻烦了 首先是一张圣杯二的正位 然后是一张圣杯四的逆位 然后是一张审判的正位 我觉得现在在看视频的这个人 是非常聪明的人 对 就是不是为了夸你们 就是因为在未来可以看到 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圣杯二的正位 就是相当于这是一次成功的沟通 或者是说你们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对 我觉得可能是你找对的方法 以他比较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去进行了一次比较良性的沟通 一般圣杯二是小恋人牌 出现圣杯二的时候 我们就是通俗点来讲就是发糖了 就是可能你做的一些行为 或者他做的一些行为 非常好的达到了对方的那个点上 然后就是整体来讲非常愉悦 但是其实 虽然排面里没有显示啊 但我觉得说如果想要解决你们宝剑 六逆位的那个问题的话 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还有更多的实验和尝试 对 但是这一步第一步走的是比较成功的 然后下面一张是一个圣杯四的逆位 圣杯四正位的话表明一个人 坐在大树底下休息 然后他就是有点百无聊赖的状态 那么逆位的话表明这种休息状态的结束 也是一个新的观点 新的概念的出现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在之后会尝试一种 就是延续那个圣杯二的这个良好的 小的一个一次比较好的一个攻击状态 往下继续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更大程度的去进行 这种方式的一个渗透 然后到我目前可看到的未来 是出现了一张审判正位 审判牌的话 它其实有就是是一次比较透彻的谈话 我觉得在经历一些前期的比较小的 这个沟通之后 可能你们会有一个机会去比较正式的去 谈这个东西 或者说在你前期的一些渗透当中 他有意识到你们关系当中 是当然我觉得像他这么聪明的人 他应该早就意识到 但是他想不想面对要不要改变 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通过之前这两张圣杯牌的积累的话 来到审判的话 他应该是双方都有意识到 然后这个东西是势必要做的 对就是还是会回到这个宝剑六这一张 就是这剑到底是拔不拔 拔了以后咱们这盒还过不过得了 那不过了怎么办 就这些问题吧 还是要讨论 这是始终绕不开的 对就是可能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讲 这个如何进入这种讨论 他的切体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组 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 主要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缓慢而轻柔的 在敌人不 在敌人没有察觉的状况下 就是进入到这个话题里面 不要让他感到不适 不要打草惊蛇 不要把他吓跑 对 然后最后我来说一下 这个Love Oracle给的建议 这张牌是一个 Stay optimistic about your love life的一张逆位 就是对你的感情生活 要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抽到这张牌的话 我的感觉啊 就是我们不按照字面 一直直翻 它本身代表就是保持积极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组里面的话 女生是相对比较主动的那一个 而且逼的是真的挺紧的 然后这张牌也有对应到这个权杖女皇的逆位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对这段关系的感受里 就真的觉得你还蛮强势的 对 就是 就是反正就不要让他感到压力太大 不要不要阻挠了他看向远方 就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他 因为他不喜欢 透支 或者说把 把精力花费在感情上面的拉扯和消耗上 所以我觉得这张逆位并不是说 你完了 而是说 而是说可能某种程度上 你可能应该给他稍微松一松 给他更大的余地去 让他自己去感受 或者说 他就 他这么聪明肯定能感觉得到 对 就是不要逼太紧 但是我觉得 选到这组的人 你们真的非常勇敢 因为 不过现在好像普遍女生都这么勇敢 我真的非常羡慕 非常非常佩服你们 太棒了 这话说得太皮尔汤了 好 然后最后来看一下 我之前为你们抽到的这个 建议牌 这张牌叫 Building Blocks 就是 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女孩在这盖房子呢 就是搭砖什么的 对 然后这张牌 它本身的含义就是指 就是你需要回去重新查看 你在 就是搭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基础的部分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稳固好地基 稳固好基础 非常有利于你继续往上 我觉得他在这里面 更多的强调就是要回去做一个检查 这个也指涉到了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们性格本身上面的差异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些表现方式他到底能不能接受 对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这张牌有提到 如果以前的一些基础里面出现了不好的生锈的 或者是搭的不牢靠的部分 你应该要就是非常果断地把它清除掉 就甚至你可能要先拆两层 然后把那个修正掉才能继续往上 对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 就是毁掉 毁掉你已经构建的基础是一件 让人觉得有点冒险的事情 但是 你们这组这么勇敢 我觉得 想清楚之后是可以 在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去达成这一步的 就是过去的一些存在在你们的这一栋 存在在你们这一栋建筑当中的问题 是势必要清楚的 如果不清楚的话 它搭不高的 对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们参考对应自己的状况 如果真的是有很深的问题的话 就是要去解决 或者说 甚至涉及到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 如果在近期你没有办法跟上他的步调 或者是说你不愿意为他去调整你的步调 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到你的情绪的话 那你需要回去检查 是不是还要这样就是一股脑的往前冲 对 以上就是给到第一组朋友的建议 哈喽 选到第二组排的朋友们 大家现在好 然后接下来是你们的排卡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对这段关系 或者是对你的一个看法 就目前来讲 首先第一张是一个教皇逆位 然后第二张是一个圣杯侍从逆位 第三张是一个权杖一的逆位 三张都是逆位的话 这组可能会有一些能量不太信号不强 或者是说有一点缺乏力量的这么一个状态 可能你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客观层面上的东西 导致你们主观上会产生一种想要进但是有点不太感的那种状况 首先首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对这段关系的看法里面有一张主牌啊 引领主牌是一个教皇的逆位 所以我会倾向于就是他觉得你对他来讲是一个在他的在他的预料之外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人 就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和你的相遇 对因为教皇是一个非常教条的 他代表的是非常传统的 然后有东西有记可循的书面的文本的 然后或者是来自政府机关的一些非常正规的东西 但是他逆过来的话就相当于你们这个相遇不在他的预设范围之内 对他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和学习的过程 因为教皇还是跟学习有关 就是虽然这个超出了他的预期 但是因为有这张大卡那在 他其实是愿意去探索和学习的 对 然后 然后第二张牌 而且还在补充一点 就是可能如果要是他正规的话 他其实是在情感中会是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拘谨的状态 比较收着 因为有很多的条框在限制他 但是在面对你的时候 或者是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 反正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就是反而会有一种心胸开阔 或者说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这段关系的相处或者推进中 因为跟他以前的经验和经历都不太一样 他没有办法通过以前的知识再去进行使用 那不如就随便试试 就是 对 就是随心一些 然后 然后第二张牌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圣杯侍从的逆位啊 我就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 就是有一个人 或者说你们两个在情感成熟度上面 是有差异的 因为一般侍从牌 就是小孩的这个状态嘛 那如果要说有小孩出现 那他一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人是引领者 有一个人更偏向学习者的姿态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他 然后 这个这个 因为所有的侍从牌 其实都有传递信息的基本含义 那他逆过来的话 可能是 而且还是一个圣杯 圣杯牌组的侍从 那可能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 有人会因为过度思考这段关系 而增加压力感 导致他在沟通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顺畅的 因为本身 如果正过来的圣杯侍从 他是一个表达爱 非常的顺畅 非常愿意去表达感情 然后 就是很天真烂漫的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 就是可能是因为 一些 水太多 就是容易想很多 思虑过甚啊 就是本来该表达 没表达 然后自己在那下想 下琢磨 一琢磨就 出事了 也没出事 反正就是沟通就不太好 然后 再来 就是还有一张 是一个全杖一的逆位 我觉得你们可能之间 会有一定的距离 或者说你们可能就是在旅途中认识的 因为全杖一本身是一张跟行动有关的牌 可能就是因为出行给你们提供了机会 但同时这个也是造成你们客观上面三张全逆的一个原因 可能你们之间真的存在一定的客观 客观物理层面上的距离 没有办法一直见面 对 然后这其中就有一个人就开始琢磨这事了 然后就觉得就是可能不太行得通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你们之前可能都是很拒绝异地恋的那种状态 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样的一种客观 就是这样的客观条件的关系里面 对 然后就是导致其实在行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畏手畏脚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非常的镜像 就是一方产生了退役 另外一方也会跟着产生退役 就是有一种在做镜面练习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 所以就是其实一方的动作会影响另外一方 我感觉这一组的人都相对来讲比较温和 对 就是说不是那种 就像刚刚第一组啊 那感觉就可能比较激进 比较就是劈了啪啦的那种 但是这组两个人可能就是 都是比较温和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组牌其实本身啊 如果抛去都是逆位这一点不讲 这个结合非常的好 就是你看这里有水元素 这里有火元素 就是你们其实在情感沟通上是很好的 就是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你们在情感上面的需求和供给是可以满足到彼此的 因为有的关系里面可能你给到的东西不是对方需要 但是你也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你 但就是碰不到点上 就很那个 然后再加上本身其实也有权杖一的那个行动 但是又不会太暴烈 以至于无法接受 对 然后再加上 这个教皇牌 本身两个人都是一个愿意去学习 去了解的一个心态来步入关系的 所以这段关系如果抛却掉 导致他能量全逆的那一个点的话 其实本身是非常有前置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一段关系 非常健康的一段关系吧 就抛却那个点 然后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这里出现这张权杖一逆位的话 可能最近双方当中会有人出现 就是说热情减退 或者说动力不足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感觉有一些东西难以克服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太阳神谕卡 我们抽到的是一个submission 一个金星在双鱼 还有一个criticism 就是火星在处女 这个太阳神谕卡呢 它本身是由星座和星体两个元素结合而成的 对 在我们现在问的这个问题里面 我更倾向于他在讲的 比较类似于马克思盘的状态 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 是有哪个行星的能量被强调了 比如说你们关系里面主要是沟通比较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就会跳出一个水星 然后通过他在什么样的星座表现的一个沟通层面的一个什么特质 然后这两张牌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各代表一方 也有可能完全代表的是对方 或者自己你们可以根据排面的信息进行一下对应 就是 马克思盘的话就主要指涉的就是你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金星白羊吧 假如说你本身是个严控 然后你突然碰到一个人 你咔嚓一下 你就变成那个金星双鱼了 就是也不严控了 然后就非常的浪漫 然后非常的柔情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在看的是一个相对状态 就是在关系里面的 你的这个感情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金星的话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金星双鱼 还真是个金星双鱼 对 然后submission本身是屈从服从的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小鸟在这个 它这个笼子里啊 但这门是开的 但是他就是还还没走 就是还在里面待着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当中 有一个人 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因为本身双鱼座就是和牺牲 或者是说 牺牲 然后还有跟水元素 这些东西连接都比较强 因为这个双鱼座就是代表是倒吊人嘛 对 然后 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有一个人 他就是可能他在过去的情感经历当中 是他的惯性思维是 我要为感情付出 我要为感情奉献 对 所以就是相当于当你 就是当你 可能现在这段关系 对你来讲是一个新的机会 因为门是打开的 你可以飞出去 你可以跳脱出 过去你在感情当中的一个相处状态 但是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够 自己摆脱枷锁 就是心灵的束缚啊 愿意飞出去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除了一方面 就是你以前在关系当中受到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或者说比较负面的经验和体会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一般 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双面的 一个比较愿意去共情 一个比较善于去牺牲的人 他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自我感动和顾影自怜 但是其实自我感动这个东西 在一段关系里 他一点也不technical 就是他 就是你如果一直沉浸在这种 就是我做了这么多 就是沉浸在这种状态里面的话 你就是会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回报一点 但是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 我们自己首先应该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是要先于对方的 就是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你要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说好 我现在偷偷为他做了一二三四五 那他怎么都没感觉到 那我这恋爱谈的什么玩意儿 就是这种 或者说你不能一味的去期望他去发现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可能如果你赶上了 就是你的那个twin flame 就是双生火焰 你可能真的就是 你一抬头他就知道你想干什么 就是对 你今天不太精神他就知道你昨天哭了一宿 但是这太难了 就是如果要是在这个一般的状况里面 就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 这样对于一段健康的感情来讲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我也经常犯这个毛病 所以我就是多说两句 没有别的意思啊 大家可以不听没关系的 不不不还是要听啊 这是我抽出来的牌 你们还是听一下吧 然后下一个点就是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过去 因为其实这张牌金星在双鱼座跟这个 跟这个圣杯侍从 它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 对 它其实有一点点 就是尤其再加上这张圣杯侍从已经腻过来了 就过度思考啊 然后再加上水太多了 有点被迫害妄想症 老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 怎么这人突然出现出现这么好 这么完美 而且还把门给我打开了 我是飞不飞会不会飞完了以后 进入一个更大的牢笼 就是老是觉得有陷阱 觉得是个骗子 对 嗯 嗯 会有这样的考虑 但是同时呢 抽到这张牌也代表 你们两个的预见 是在一个非常浪漫的环境下展开的 因为 首先这个金星就有 就有指射到这些层面的东西 爱啊美啊 什么这些玩意儿 然后再加上它在一个双鱼座 双鱼座本身就是一个特别 啊浪漫富于幻想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就真的是 这这碰见的可能都跟那个 演电影似的 嗯 然后 这这这这两张牌都是非常 艺术家气质非常强的牌 就可能你或者是你的对象 是个诗人 或者是就是那种 就刚刚我说的 在旅行当中无意中碰到的 或者是说 你以为他只是一个陌生人 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之间会发生这么多 这些都有可能 嗯 然后 嗯 这个这个人啊 就是你们两个当中一个人 他的这个无意识 他的潜意识是非常发达的 因为双鱼座跟这些什么梦啊 下意识看到的周围 周围世界当中一些信号 他这些层面能力也非常强 然后 他是非常敏感而又浪漫的 对 所以就是 包括这张牌 这张牌的信息我最后会讲 他就是 他就是张牌是message in a bottle 就是你周围的信息 其实 你周围看到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他是有意象 他他就是有意象 就是上天在通过一些 呃 你周围的东西折射给你一些信号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感受 相信自己感受 该出来就出来吧 就是 对 不要被那个 过去的东西影响得太深 对 就好像你是一个餐巾纸 然后你过去的回忆 一直把你折也折也折也折 然后结果你打开了以后 还是有个折在那 那感觉似的 我跟你们说这个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后 对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因为你 善于牺牲 然后又 能够共情 所以其实你一定希望 在这段关系 得到更多的 回馈 但是有时候 就是经常会失望 我觉得你过去关系里面 如果要是说 得到了不太良好的体验 可能跟这种浪漫 而又多情的天性 也有关 就是你其实可能 在一段关系里面 会比别人获得的那种 情感层面上的愉悦 和满足感要更高 如果你碰到好的人的话 但是你同时也需要 为你浪漫的天性 付出代价 因为有些时候 你就是非常容易不安全 就感到不安全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 它这个门是打开的呢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你承认你感到了不安全 其实也许是一种 比较好的方式 对 就是当一个东西 当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但是如果它一直处在一种 若有似无 若隐若现的感觉 就跟你一个人在家待着 你老感觉大衣柜 后面藏着个人似的 对 说出来就 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去解决 可以work on this 对 然后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不排除 这可能真的是个陷阱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占星观点 就是 我在给别人讲牌 或者说看星盘的时候 我不会直接告诉你 这事是对的 或者是错的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不是我的 我没办法替你的人生负责 你也别听我的 我就是在解牌的过程当中 帮你梳理一下思路 就是你摘取对你有用的部分 或者是说 我可能在梳理的过程当中 就是帮你强调了一下 你可能主观或者客观忽略掉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你们的这个相处 也许它真的是个POA 那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具体分析一下 对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是肯定可以知道的 但是就是别骗自己 不要自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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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笼子也是 如果你真的在一段 被POA的关系里面 其实你随时可以走 但是是不是你还在 留恋着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在自我感动 然后觉得说 就是他没有我了以后 他怎么办之类的 对 这种情况也存在 但是就是 我们照在说建议吧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个火星在处女座 这张牌 对 它就是一个非常批判思维 一个细节控 然后它就是 这张牌 所指涉的这个人格特质 它就是擅长 并且在一切细微的存在 就是 我觉得这张牌 可能会映射到 这张教皇牌 这个人就是设定规则 那个人 他就是之前 会给自己很多条条框框 对 就是谈恋爱必须得 怎么怎么样 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遇到了他 我们第一次约会 必须要喝咖啡 不与亲嘴 然后第二次聚会 才能看电影 就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大堆 就非常细节控 然后 就是他们非常 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原理 是规则 但是谈恋爱 哪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碰到的人 也不是说 你根据一个公式 一个代码生成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想跟 这一类的人沟通的话 就是你可以 首先去了解他的规则 然后以他的规则 或者以他的辅马体系 来跟他进行沟通 然后带着他去创造 一个新的规则 对 然后 因为这个人 他其实很聪明 他能够处理好 这么多的细节 而且他可以把 就是在他以前的人生里 他可以把感情 这么复杂的 这么难以描述的东西 给 给这个辅马化 体系化 那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擅长 归纳和总结的人 他一样也不傻 那你帮他建立了 这条新的通路以后 他就可以走得很好 对 所以就是要非常 在一定方法论的指导下 把这个东西给完成好 就是 其实 其实 说白了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沟通互动 就是要以 对方可以接受的 爱的语言去做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在近期的未来当中 会 这个情感状态会如何发展 首先是一张 这个 这个 截至逆位 然后是一个愚人证位 然后是一个 心必依的逆位 然后 为你戳到的这个 love oracle 是make the effort 然后 首先说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截至逆位啊 就是 如果出现截至牌的话 就是 可能有一部分人 你的这个对象 可能是外国人 或者说跟你 或者是一国 或者是有一些距离 一个在国内 一个在国外 这种情况啊 就只是一部分啊 就是 大家自己对号入座 不必须是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截至 他强调的是 一个 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 就是 他就是一个提纯的状态 所以 出现这张牌的逆位的话 显然你们这一步 现在没有做的很好 就是你们之间 可能你们的关系 现在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需要调整 那么在失衡的状态下 其实两个人都容易失 失去控制 对 但是这种失去控制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不是一个情感大迸发 而是有可能 把你们之前的情感积累 一点点坍塌掉 腐蚀掉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调整 但是我看到之后 你们很快就 得到了一张愚人证位 就是有了一个 不错的新的开始 我觉得一定是 聪明的你们 开张的小脑筋 给他建立了一条新的通路 对 我觉得就是 比较好的一点是 你们两个肯定都是 很爱学习 很爱探索的人 所以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不断尝试 新的方法 然后去进行情感沟通 并不会 你们并不会抗拒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开端 做的不错 但是这个愚人牌呢 它就是 这个愚人 它就上路了嘛 它手上也没有什么 太强的工具 就上路了 对 就只是背着一个 小小的行囊 所以之后 马上会出现一个 新币一的逆位 就是可能你们之前搭建的一些基础也好 或者说你们习惯的东西 就是相当于 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你给一病人输血 然后他可能 你说的是O型 他也是O型 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还是不会有可能产生 这个排异反应 所以就是会出现一个 新币一的逆位 可能你们之前建立的一些东西 不再适用了 所以你们就需要在这个 就磨合器就开始了嘛 就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重新去 根据这个新的通路 去对以前的一些电路 进行调整 我物理这么差 不知道为什么 还老举这个例子 算了 谁叫你们摊上一个火星处女呢 就是一个精密仪器 补充一点啊 就是最后为你抽到的这个建议 是这个message in the bottle 这个牌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你的大天使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保护你的这个神啊 他就是在你的生活的周围 其实给你安插了很多信息 而且这里面有强调 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人 或者说你们两个 其实都是那种潜意识 非常强的人 就是可以若有似无的感觉到一些信息 相信你的感觉 相信你的直觉 对我觉得直觉也是一个 需要训练的东西 你需要跟他建立一个 良性的反馈机制 然后学会去相信他 对 因为有的时候 大家真的就是用脑用太久了 就是会出现心脑不一 自己心理想的 跟自己意识不一样 打架 然后因为大家做社会人 时间太长 就是你会倾向去相信 你大脑得出来的那个结论 但是既然你们有这么好的天赋 为什么不去相信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你们举几个例子 梦里梦到的信息 或者是说 好好地吃吃饭 突然想起谁来了 这些都是信息 我觉得这个信息 就是不分好坏啊 就是有的 他可能就是 对你 对你 或者对这段关系 是一个鼓励 或者说你真的 就突然想起对方 那可能他 他就是在想你 对 或者是假如说 你就是在这段时间 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说关于PUA什么 那他有可能就是在PUA你 对 我觉得就是 大家 相信 相信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嘛 最重要就是舒心嘛 你要是谈的不得劲 那你待着干嘛呀 就是 反正就是 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别再牺牲了 真的 不值 哈喽 选到第三组牌的大家 大家好 嗯 听到现在这个声音吗 这就是 我在抽你们这组牌的时候 我心里的声音 可能是 你们当中一些人 心里一直在想的这个声音 对 这组抽到的这个 建议牌啊 就是TikTok 就是可能在你的心中 一直有一个声音 或者我觉得时间感 时间的概念 在你们的关系里 被尤其强调 啊 有几种可能性啊 首先第一种 就是你们的这个相遇 或者说你们的关系的形成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就是跟这个Divine timing 非常有关 就是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特定的时间下 你们两个可能不会 以这种状况 或者以这种关系存在 或者说你们的关系 就不会存在 你们不会发生这些交集 对 所以就是这里面 就是就是有非常多 很恰好 就刚刚好 就是这个样子 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觉得你们当中的一个人 会觉得时间不多了 或者总是觉得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time timing会格外的被强调 就好像你要卡在每一个时间节点 把什么事情做完 这件事情 这个关系才可以更好的进行下去 就是有一个在卡着它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或者是 对 这是我感受到 在抽牌的过程当中 感受到的一些基本信息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为你抽到的牌卡的内容 首先是 你所想的那个对方 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些 基本的看法和理解 首先抽到的是一张恶魔的正位 然后 权杖四的逆位 然后还有一张 宝剑骑士的逆位 我觉得这组天蝎能量很强 对 不管是你还是对方 可能在你们的个人星盘当中 太阳月亮上升 或者是金星 都可能有天蝎的相关的落宫 或者是落座 或者冥王星被尤其强调 或者就是冥王人 都有可能 那么我觉得这个人 他对这段关系的看法 恶魔吗 非常直接禁忌之恋 或者是地下恋情 或者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存在一些不太能为外人 或者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存在一些不太能为外人 很快的 就直接接受 或者说世俗不能直接接受的部分 当然这个成分有多有少 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是那种特别 特别离奇的那种剧情 就是或多或少会存在一部分 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 或者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是有这个 一定的这个禁忌之恋的形式 或者是气质的 也有可能在你们之间存在第三方 我觉得 然后首先说这个恶魔牌 恶魔牌的塔姆 塔罗牌当中是这个 路西法 就是撒旦的化身 然后他也被誉为光的搬运者 和上帝的火焰 就他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有黑暗才会有光明的一面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张牌有代表 这段关系 其实在试探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他自己在心中对于禁忌的定义和边界 就是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对 就是可能在你们的感情建立 或者说出现之前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他的观念里就是不接受 他不想 他也不会这么去做 但是因为碰到你以后 这个事情发生一些改变 他就是有推了推自己的那个界限 或者说修改了自己的边界 或者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对 然后因为恶魔牌 这张牌本身也是代表非常强的吸引力 就甚至有点那个禁忌啊 挑逗啊 诱惑的那些意味 所以我觉得 首先你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存在 或者说他对你有某种欲望 这个欲望就是 除了他狭义的指涉以外 还有广义的 就比如说 假如说 就是 就偏偏你可以给他一种 他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暖 那他就是像那个飞蛾扑火一样 就会想要往光热的地方去靠近 当这个想法足够强烈的时候 他就可以足够形成欲望 所以欲望不只是代表本身指涉的欲望 对 然后 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般出现恶魔牌的话 这种想要都是因为足够强烈 才会以恶魔这张牌的形式显现出来 对 他就是有点已经有点超出规格之外了 就可能他会为了达成这个东西 会有一点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他就会被这种欲望所控制 他就有可能会产生被这个欲望奴役的状态 对 就是被支配 或者是说某种固定的固有的模式 也好 都会有恶魔牌所相应代表的含义 那么下面一张牌是一个权杖四 的逆位 对 如果他是正位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关系在往一个非常稳定的方式 或者说他可能开始从地下浮出水面了 但是现在他出现了一个逆位 我觉得可能你们这段关系 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不管他是公开的也好 还是他是隐藏的 那么在你们两个的这个忧念里面 他至少 就是你们两个这个的连结当中 他至少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他现在处于一个逆位 就是曾经非常稳定的固定的交往模式 固定的这个 嗯 对 交往模式 就是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 然后就是使得 或者是说 因为你们之间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定 使得你们没有办法 形成像权杖四这张牌里面描述的这种欢庆的场面 或者说达成某种内心深处的成就 对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权杖四这张牌 他在逆过来的话 也不是特别天崩地裂 因为他 我们可以看到他本身画面结构里面 就是四肢权杖立在这里 就是说他正过来逆过来 他的结构还是稳定的 但是有些东西在发生一些转化 或者说开始 呃 往一个 往一个松散的方向去走 所以就是说 到了第三张牌是一个 宝剑骑士的逆位 呃 宝剑骑士的话 他的行事作风是非常急躁和缺乏耐心的 我觉得他和 我们在第一组看到的权杖女皇的那个逆位相比的话 他更多的强调的是急躁 那权杖女皇可能强调的是失去耐心 或者说失去热情 那么就是 宝剑骑士是在四个骑士里面 他甚至比这个权杖骑士跑得还要快 就是他就是已经就是非常 你看他这个表情 牙都露出来了 急死了 对就是 就是甚至有点急功近利吧 就是想要快速得到一个 这个结果 或者说往下一步推进 这个TikTok 对 所以就是 我会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有一个人啊 他可能觉得说 如果他不赶紧快一点 他就赶不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火车 然后他可能就 你们之间就会错失了 什么机遇之歌就来了 就那种感觉 对 然后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由于他太急于求成 或者说太想在这段关系里达到某种 他的理解 或者说他觉得为这段感情好的一些做法 他会对感情层面的考虑不够周到 因为他毕竟是保健骑士 他完全是从思维的角度出发 或者说从相对理性的角度去出发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能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这个两个人想要结婚 那你不买房子就没法结婚 那你就是现在就这个人就开始拼命赚钱 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天天工作工作工作也不理你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对方的这个感受 就是一直在奔着自己那个目标 因为他就怕来不及了 如果他不赶快把这件事情搞定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这个 全场四的这个状态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指涉 就是因为他本身 他是一个就是会用脑子的 因为毕竟是保健牌 保健牌组 他就是会用脑子去思考 去分析事情 但是因为他就是太盯着自己的那个目标了 所以导致他会目光有一些短浅 就没有看得那么远 做事情会欠考虑 就是或者是说 对这段关系 他可能没有以一个长期发展的状态 去衡量去测评他 他的看法不够深入 他想要达到一个短期目标 或者说快速的得到一个回报 对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这两个人可能会 就是这个方面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后同时他们在这个沟通层面 也是会做的比较好 可能有的时候会稍险急躁 但是 因为这里没有出现胜杯牌 所以肯定两个人不是那种 沟通起来的话 也会相对比较直接 快人快语 并且会给对方留出一定的这个空间 就是不会过分的粘着 过分粘稠 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太阳神语卡 给出的一些关于双方的这个 在情感当中的 人格特质和互动层面的一些特质 首先是一张这个月亮在天蝎做 power 然后还有一张 水星在金牛做 resistance 有什么地方是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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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我在每一组都有讲 我在这组也再稍微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套太阳神域卡 在我们问的这组问题里面 它更多的有点发挥马克思盘的那个作用 马克思盘就是 那个 马克思盘就是把 就是两个人在关系内对对方的一个看法和状态 就是它可能会和你本命盘的一些 星体的落座有出入 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 你在这段关系里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那么首先 你看这里也是天蝎座的能量 被强调 这就是一个月亮在天蝎座的状态 然后本身这个恶魔牌也是 天蝎座 天蝎座坐下的一张牌 对 然后就是这个 首先月亮在天蝎座的人非常长情 他是有很强的这个情感忠诚度和情感依恋 但同时呢 他也非常的善渡 容易情绪火山爆发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天蝎座在水象的三个里面 他是属于基本公位 所以他不会 他不会爆发出来 就是他自己情感爆发不要紧 他不让你知道 所以就是有可能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就是他非常的稳定 你会觉得说 他情绪波澜起伏 我没感受到 对他就是不会让你知道的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你就是只是直接被告知了一个结果 你并不知道他的内心经历了什么 对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没有任何的感觉 他也不去想这些事情 但他其实都是自我内化了 因为我觉得天蝎座在十二星座当中 是一个人格完善程度相对较高 成熟度比较高的一个星座特质 对 然后但是就是负面的影响 就是他这个落 就是因为本身月亮在天蝎座 是一个落线的位置 所以他的情绪不容易抒发 他非常容易产生积怨 就是这也不一定是他主观 想要产生积怨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这么一个运作模式 就比如说你之前 就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个着他了 然后呢他就心里会一直 他的肌肉会记得这种疼痛的感觉 对 然后他就会记得 他下次就可能就不会再那么做 他会有意的 就是下意识的去回避 那些事情的发生 然后 但是如果他真的遇到喜欢的人的话 他是非常懂得牺牲奉献的 然后并且他的情绪是非常强烈 他是强烈而有温和的状态 他不会直接丢个炸弹 就跟你同归于尽 但是你会感觉到被一种 怎么讲 强烈的浓密的棉愁的爱 所包裹 对 然后 但是啊 同时就是他有强烈的爱 就会产生 就容易会转化成强烈的恨 所以就是 要对他的情绪做一个疏通 如果他一直积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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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就是 对 再多的爱的积累 只需要一滴墨水 他就全都黑化了 对 所以就是要让他释放出来 不要让他积压在那里 我觉得如果要是抽到这个的话 就是其实两个人在关系里面的这个情感安全问题也是值得被注意的 对 因为这张牌就是他他其实天性能量还是蛮强的 但是很显然这个这个就是两个关系当中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是够成熟 但是他够成熟并不代表他不情绪化 他他可以情绪化 他就是自己闷头情绪化 他不会告诉对方 那么另外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思维主导性的人 他是行动力很强的那种人 他可能就会照顾不到 那如果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那个比较情绪化的人 你要自己去做疏通 为了这段关系好 为了就是让这段关系很健康 为了不让你自己首先对这段关系失去信心 你要学会主动去表达你的情绪问题 不要只是消化好了以后给他看一个结果 那样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对 那如果要是说你是那个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的人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多去关照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情绪状况 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他有一个这样一个曲线 你看到的只是开头和结尾 但是你如果看到这些征兆 你其实可以去尝试去和缓的去询问他的一些感受 多多在乎他的感受 不要只想着你的目标什么之类的 然后下一张牌是这个水晶在金牛阻力 就是对应这张牌吧 就是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金牛座嘛 非常的material 他强调的就是客观的 客观实在的 能抓在手里的东西 所以他是非常务实的 然后并且因为他是水晶在金牛座 所以他的很多决定是 他的很多决定是要考量他的客观现实 还有他的条件 然后才去得出的 然后对他就非常考虑那个物质层面的东西和合理性 他所有的行动都会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因为金牛座的特性 他们非常抗拒改变 对假如说有一种情况 他感到非常的舒适 没有问题 你感觉到不舒适 那他其实很难做出一个调整 对这个是不得不说的一个问题 金牛座 有金牛属性的都会 或都会少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一种更加 还是之前的那个 就是你要就是尝试去找到一种 他能够感受到 他能够接受的方法 因为他可能考虑问题的角度 就是从非常现实的角度去来 他没有办法体会你情绪起伏的部分 那你可能就是要对你自己的情绪表达 做一个转化 让他更好地去体会到你所说的那个部分 就是你要对 如果要是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你想要让他改变 你必须摸清他的价值体系 什么在他的观念里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然后你进入他的体系 然后来说服他 或者是说在他的体系上面进行一些手脚 或者进行一些可以能够让他达到共情的一些尝试 一些试验 让他感受到 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只有你们的扶马体系是一样的时候 他才可以感受得到 对 就其实爱的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概念 然后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 对于水星金牛来讲 就不要给他们搞什么临时决定 或者什么突然的惊喜 那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惊吓 他们就是那种 做事情 甚至说发表意见 就是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去做 才会去说的 如果没有想好 或者不是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 他们是绝对不会说的 所以如果你突然给他搞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他可能第一秒就愣住了 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精心筹备惊喜的你反馈也不是会很好 对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再有一点就是现实层面的一点来讲的话 就是当然了 这个太阳神域卡的话 它可能也代表就是近期在这个关系里 两个人或者说其中一个人的一个状态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人 他现在他的精神非常集中在解决一些财务问题上面 可能不一定是问题 就是他的目标在这个财务的层面 对他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资金财产的积累 然后这个问题也会非常直接的影响到你们的关系上面 对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急躁 或者是说他正在一个事业上升期 他就是必须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他才可以打掉恶魔牌带来的这张不合适 或者是禁忌或者说束缚 才能把这张牌挣过来 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急速狂奔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他可能对你的一些言行 或者说对关系的一个正常的发展和展开 就会出现一些欠考虑的状态 对 所以如果要是你看到他呈现出这个保健骑士逆位的一个 毛毛躁躁没有耐心的状态的话 他可能确实是在思考如何为你们的和谐小家园建立更多的坚实的积累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不舒服的话 你一定要跟他讲 以他接受的方式去跟他讲 因为如果就是谈恋爱嘛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度 如果他给你就算他给你盖了一个金屋子 就是但是你你就是觉得不舒服 你已经觉得这个感情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再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短期之内未来关系的一个发展和走势吧 首先第一章是一个权杖侍从的正位 第二章是一个星帝侍从的逆位 第三章是一个权杖期的逆位 我会觉得说在近期呢 你们会达成一次有效的沟通 但是这种沟通呢 可能他更偏向的是具体的事项 而非就是你们之间情感问题的本质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要落实 就是开始考虑本质问题的话 也势必要从一些具体的事项开始出发 所以说如果出现这张权杖侍从的话 至少代表说这次的沟通是非常成功的 它有很强的动视和行动力 就是你谈完这个问题就立刻能就是有起效果 就比如说你可以先从一个非常小的习惯开始谈起 就比如说你能不能就是每天多关心我一下 给我发条信息什么之类的 这个谈完了以后就立刻能看到效果 但你要是直接说从关键上改变 就是这个你不要老工作 你要多考虑一下我们 这样的话 他可能也不是说他不接受 就是他很难就是立刻进行转化 因为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非常实在 你最好是直接告诉我 你想要我怎么做 会比较直接 他就会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就是不要考验他 因为就是这个情感层面共情能力 或者说体验度来讲 他跟你这差的不是十万八千里了 对所以就是如果为了关系更好的 就是发展的话 你最好直接告诉他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他怎么做 不要让他来猜 第二一点就是这个心必适从逆位 我觉得的话 这个在近期来看的话 你们这个情感状况还是会有一些反复 因为这个心必适从逆位的话 本身是一个非常踏实 非常稳定的一个人 大家突然腻过来了 他就是会有点反叛 然后就觉得就有一种我偏步的那种心态 然后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 所以就是说在过去的情感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在过去的情感基础上 他手里这个心必 你们储存的安全感和对这个情感的牢靠程度的 这个储值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够你们去挥霍 因为这个牌确实是就是无音的反叛 就是突然就是想搞点什么 折腾一下来证明到底这个人还爱不爱我 还在不在乎这段关系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之前累积的这些东西 够不够够不够花的了 然后第三张牌是一个权杖期的逆位 就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搞的两个人都会有一些焦虑 有一些困惑 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其实对事实态的实际的发展 也没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作用力吧 对 反正就是就目前看到的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 就是因为这张牌如果要挣过来的话 它表明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我觉得大家就是你们双方都有那个要坚持的心 但是这个信念没有之前那么强了 或者说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真的有一些困惑 有一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 不知道应该怎么往下走 对 所以 我看一下 我再为大家抽出两张牌来补充说明一下 看看之后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对 因为这组牌的话 目前来看 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卡顿的状态 就是我为你们补了三张牌 然后就是看这个权杖期之后会如何 如何发展 全场期逆位之后 首先第一张牌出来的是一个审判的正位 就我觉得你们之间就跟刚刚有一组情况是一样的 还是需要一次相对来讲比较彻底的谈话 我觉得在这次谈话当中 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发生一个对位 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个翻转和变化 对 或者是可能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一直有一个人是比较被宠爱 比较被受追捧的那个人 就相对来讲比较傲娇 因为接下来出现一张牌是权杖女皇 正位就是还是会有一个人相对姿态会高一点 但是不用担心另外一个人一定会捧着他 或者是说哪怕你是捧着他那个人 形成这个局面一定是你们双方都心甘情愿的 对 然后 再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星B6的逆位 就还是会有这个公平的问题 对 然后因为六号牌强调的都是平衡 那他星B6的一个逆位的话 可能就是在一些更具体的情况上面的公平问题 比如说你的时间分配 或者是说 那个在物质层面上的分配 就他其实跟情感的话 就是相对不太涉及 就是对 他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分配的状况 可能会出现不公平的状态 但是就是还是需要你们继续的去沟通和调整 然后这套牌给出来的这个Love Oracle 就是You deserve love 就是你是值得被爱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这套牌 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刻 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反复 但是我觉得就是 给到你的建议 给到问补者的建议 就首先你是非常可爱 你是值得被爱的 对 就是我们都很喜欢你 当然你的对象也很喜欢你 你在他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存在 这个也不用怀疑 对 就是我会觉得这一组朋友 就是即使你们没有在一段关系里 你们现在在暧昧 那就是这个 他也是非常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真的会有一些 比较难以克服的客观条件 导致你们现在没有办法 对 或者说你们可能在一段关系里 但是这个关系是小范围的 没有被大幅度公开 对 然后 同时一点 我觉得你也需要去经常告诉你的伴侣 他是值得被爱 你非常爱他 就是因为你们之间要克服的东西 还是相较前两组来讲 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 而且更多的 对 我就是 而且我觉得 和前两组相比比较难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是会来自于一个外部环境的一个干扰 对 所以就是不要因为这些外在东西去消耗掉你们本身存在天然存在的那个吸引力 嗯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要相信 这张牌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twin flame 双生火焰的一个状态 对 或者是说灵魂伴侣也好 就是但是这组情况稍微曲折一点 我们现在开始解读 首先是对方对这段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 第一张牌是一个世界的正位 然后第二张牌是圣碑依正位 第三张牌是一个权杖国王的逆位 对 对 我觉得这组的关 这组的信息比较 呃 多 首先这个 呃 你们两个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或者是国度 因为有一张世界牌 嗯 就是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文化差异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跨国恋啊 异国什么之类的 或者现在在异国的状态 或者是你们是在旅行的途中认识 或者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你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然后呃 通过这张世界牌 因为这个是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概况 呃 在他心中你是完美伴侣 是理想的伴侣形象 而且他跟你的发展 他就是 就是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啊 你们没没能够真的在一段长期关系里 但是你的形象完全符合了他对长期 发展长期关系的伴侣的所有期待 对 就是相当于他一看到你这个人 他就知道就是他是要跟你正儿八经谈恋爱的 就不是那种玩玩而已 或者是短期关系找刺激那种都不是 然后嗯 而且这个世界牌也有一种开花结果的过程 可能你们当中 就是有有一个人在喜欢了对方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事情自然的水到渠成了 或者是嗯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就是根据这三张牌的出现方式 这一组有可能测的是前任 对或者是你们的关系开局非常好 但是中间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 然后导致嗯 就是出现了这个全场国王的一位啊 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个圣杯一 也就是说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心灵上是非常满足和喜悦的 然后呃或者是说呃 对方可以从你那里得到非常充足的爱的感觉 被爱的感觉 然后他自己对于这段恋情的一个情感状态 也是非常充盈非常饱满的状态 然后而且你们的信号给的都非常的直接 嗯对就是不存在呃这个信号卡顿啊 或者是沟通不好的状况 然后但是呢出现了一个全场国王的 你以为就是说在你们相处到呃 一定阶段之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步调不一致的现象 或者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协调的情况 呃或者你们之间存在一些难以协调的问题 导致感情没有办法走下去 然后所以所以导致你们现在可能是分手 或者是断联的状态 就是对你可能在测试一个前任 嗯 因为这里面这个呃 这个love oracle出的一张牌是一个wedding的逆位 也就是说这一组其实因为wedding的话 他不单单指涉婚姻就是他一般出现这张审议卡 都指涉的是长期的恋爱关系 所以就是这个这个人真的是有拿 又把你看作想要认真发展长期发展的对象 但是呢你们中间存在比较难跨越的客观因素 比如说这个国籍的问题 或者说也异地恋的问题 甚至有可能有宗教的问题 就是文化差异啊宗教可能对就是没有办法 或者是你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 现在没有办法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成这张牌 还真的不太是因为情感层面的问题 主要是一些客观因素导致 对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关系里面啊 两个人的这个 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状态 嗯 首先是一张这个这个 嗯 火星在白羊座 嗯 然后还有一张土星在金牛座 嗯 因为我每一组都有说过 所以我在这里再单独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一套太阳神域卡 在我们问的这个问题里面 它更多的代表了 就比较像马克思盘的那个状态 对 马克思盘就是 嗯 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 两个人互相对对方的看法盘 或者说我们可以叫他做心理盘 就是可能这个人的本命星盘里面 他的火星并不在白羊座 但是他在跟你的这段关系 跟你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倾向于呈现出一种 火星在白羊座的状态 然后这两张牌的话 可能两张牌代表的都是对方 也有可能都是你 也有可能你们两个占一张 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被突出强调的 嗯 一些特质 或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 比较突出提到的 假如说这两个人聊天非常好 那可能出现就是水星 就是有那种 就是以聊天为主的情侣关系 也有那种就是以 爱的感觉为主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两个水象星座的人 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出的牌 可能都跟金星啊 或者是月亮有关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一个火星在 对不起说错了 这是金星在白羊座 嗯 对金星在白羊座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你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人是外貌协会 或者是说 就是其中一个人 非常肯定对方的颜值 就是可能你们两个当中 存在一个男神 或者一个女神的这个状况 或者说一开始 就是被他的颜值吸引 觉得天哪 这是哪里来的仙女之类的 然后 嗯 那个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人呢 他为了变美 或者说得到想爱的人 就是遭了很多罪 对 可能就是说什么减肥啊 或者是 呃 那个 提升自己化妆技术啊 各种层面 反正就是为了符合到 对方的需求 又做很多的努力和改变 对 然后 并且因为白羊座本身的特性 这些人 他们非常热爱挑战和较量 他们喜欢那种 有博弈关系 有博弈状态的关系 就是你不要直接都 就平铺直去的给他 就是他喜欢那种交替战上风的状态 有挑战的感觉 又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感觉 会让他们觉得更 更有吸引力 对 就是 嗯 就是 在这段关系 他们其实需要一个热情和活跃度 啊 然后 另外一个是土星在金牛座 嗯 这张牌的意思是 有一点 虚有其表 的这个状态 就他的意思是 卖弄 虚有其表 嗯 或者说有一点外强中干的感觉吧 因为其实 土星 这个行星 这个星体 非常的hush 他非常的严格 非常严苛 然后 他会不断的去 就是质问你 然后就是让你去反省自己 让你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 然后金牛座又是一个非常注重物质的一个 当然我们就是说 就是 就单独就星座最最突出的一个特质来讲啊 当然就不是说所有金牛座的人都这样 而且我们星盘当中就是有12个宫位 然后有不同的星座和行星的落座 也不是说所有金牛座的人都那样 因为我本身也是金牛座 对 然后就是 嗯 他就是 就出现这张牌的话 嗯 其中的 在关系当中 其中一个人可能会 把事情经常会和一些利益层面东西挂钩 他会思考利益 或者是说价值层面的好坏 或者说以这个作为一个判断标准去看 而且他们很害怕丢脸 对 就是 他们非常在意外界对他们的看法 他们希望表现出来的状态是 呃 呃 怎么讲 就是 自己自足的 华丽的 完美的 也不是完美的 就是 是他们期待别人以为的他们的样子 但是他具体他们到底有没有呢 这个真的不好说 对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假如说自己过得很苦 很艰难 他们都不 不一定会显现出来 或者说向朋友寻求帮助 他们就会自己 自己hold着 自己撑着的那种 对 我觉得这个土星在金牛座的话 可能会只设出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们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其中有一方不太愿意去沟通 或者他很很不太就不太变通 不太愿意去做出改变 他会觉得说 哦 这个事情 因为土星 再加上金牛座 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的属性都非常的惰性 他不是那种说 好像有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他 他可能觉得 那事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能怎么办 对 他可能就是 会相对来讲 比较悲观一点 然后比较接受性一点 对 所以可能导致说 因为这个事情看上去 因为已经出了世界牌 然后又出了一张全场国王的尼威 还有wedding的尼威 他本身就比较难以解决 并不是那种 两个人只要沟通一下 像前几组那种 可以被化解的问题 这个还真的是需要 可能真的有存在不可调和的困难 你们自己对应一下 然后 那个 现在来看一下 那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首先的第一张牌 是一个保健一的正位 第二张牌是一个 女皇的逆位 第三张牌是 保健五的逆位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组 这组关系的朋友 已经分手了的话 如果你在测试一个前任的话 你们其实近期有机会复合 或者说 当然这个时间的话 就是大家自己对应啊 就是 对 然后 因为出现了一个保健一的 一个正位的话 有些话会 有些话会说清楚 有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或者说你们之前有什么误会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单就情感层面来讲 双方还都是很充足 很有的 对 但是可能因为一些 其他的因素的话 导致你们之前不得不分开 但是现在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让你们重新在一块 但是 就是 对 就真的 就是在这个高质量的沟通之后呢 就可能会顺势重新续上之前这段感情 但是好景不长 可能是因为那个根本性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 在这段关系里面 就是稍微 就是比较情绪化的一方 会出现非常焦虑 焦躁 或者说情绪化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 他可能会 就是 因为女皇嘛 他如果要是正位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心 然后 安全感很足 然后也是一个 在情感当中是非常正向的一张牌 但如果他一旦腻过来的话 他就会出现一些交往过正 负面的情况 就会很焦虑 然后会情绪化 甚至会有一些骄傲 白架子 这样 然后 然后 之后出现了一张宝剑舞的逆位 这张牌正面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思维的交战冲突 但是逆位的话 代表其实关系在好转 就不像原来那么针锋相对 我觉得也是 就是复合的话 就是可能会比之前要好一点 对 就比之前面对吵架 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这个 解决方法 都会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就是可能会选择更加平和的方式 去解决争端 然后双方也都会相比以前来讲 更加理性 对 然后但是可能还是会有拉扯感 所以就是说 如果要说你们复合了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再度要分手 但是后来又复合 就是来回反复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如果要是说你们现在没有在一起 或者是说刚刚进入一段关系的话 可能未来也会因为一些客观情况 导致你们的情感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其中一方会产生焦虑的状况 然后就是开始进入徘徊的循环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给出的建议牌 建议牌是Loyal Heart 所以我觉得这组其实真的不太存在情感上面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客观层面的难以调和的东西 真的很难让双方的感情 就是非常实际的走下去 就是会被那些细节 会被距离打败 这非常现实 就是有可能 对 但是这张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相信 你和这个人过去发生的一切 你们之间的情感交换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感情是真实存在的 你们对彼此都非常的忠诚 也真的有在对方身上投射 长期发展的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景 然后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 会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 因为你们看这个画面里 这个猫头鹰它就是一对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可能我觉得可能你们之间的这种分开 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很虐恋的那种类型 然后你们都会觉得离开彼此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然后甚至因为长期以拥抱的姿态在一块 当你们被分开的时候 你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归位 对 然后这张牌其实它有其他的一层的含义 就是让你们去重新思考 如果离开了这段关系 离开了这个人 你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 再去独立的存在 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必经的一些状况 就势必会出现 所以如果真的有克服不了的客观因素的话 你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等你度过这个课题以后 上天会派给你一个更好的 虽然我知道大家在这个节点肯定都不想 就是心里都会觉得说 以后那再好我也不要 就要现在这个 嗯 等以后你们就不这么想了 对 所以还是祝福第四组的大家吧 反正毕竟你曾经感受到的都是真的 你感受到什么就是什么 好吧 好 希望大家都幸福 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